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 再次回到香港当代艺人陆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泄国仙 泄国仙被誉为万能泰斗 他技艺全面 气怒港宽 早期他是学习做丑生 后来他供文武生 而且以文武生成名 此外他亦能够反串做花旦 泄国仙还是第一位拍摄电影的粤剧演员 泄国仙一生致力于粤剧艺术的改革和创新 他提出了合南北剧为一家 中中西剧为全体的主张 既要吸收京剧 画剧 电影艺术的长处 他对丰富粤剧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的一段话就是广州日报对于 泄国仙这个人物的评价 后世纪念 泄国仙逝世后 后世对他做出了以下这些纪念 在1986年 粤港澳三地的粤剧界 举行了 泄国仙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在2010年 5月23日 粤港澳三地 过百名粤剧名家 齐聚在龙江参与了粤剧泰斗 泄国仙系列纪念活动 共同缅怀 泄国仙 而在2014年 11月25日至27日 由广东粤剧促进会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 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 和这个顺德区文化体育局 就联合主办了广东粤剧院承办的粤剧中司 泄国仙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 这个活动是在广东的广州和信德同时举行的 好 来到这里 我们就会做个总结 我们会总结一下 泄国仙曾经演出过的剧目 和他参与过的电影制作和演出 泄国仙曾经演出过的著名剧目有 泄国仙码棋领天长地久 湖北归��� 湖北归夏卷, 藤劍元, 雪影寒梅, 孤元嫂劫, 半边菩萨, 船弓艳史, 五色玫瑰, 岛运新朗, 白鹰, 月向那方圆, 白金龙, 天是人, 文香不是花, 相思合, 《灵犀一点通》, 《花香襯马蹄》, 《难忍伤思虑》, 和《子敌妻仇》 而电影的制作方面, 涉角先监制过一部电影, 叫《麻雀经》 是1939年的出品, 在故事方面, 他就同一部剧《船弓艳史》的上集 1957年的出品, 提供故事创作 而在编剧方面, 他就有五部编剧, 包括1935年的《肖狼军》, 1935年的《沙三小》, 1936年的《桃薇香》, 1936年的《肖狼军》下集, 和1939年的《桃李曾春》, 此外, 由涉角先担任做导演的, 有六部戏, 这六部戏分别是, 1935年的《肖狼军》, 1935年的《沙三小》, 1936年的《桃薇香》, 1936年的《肖狼军》下集, 1937年的《肖狼军》, 1937年的《肖狼军》, 1939年的《桃李曾春》, 而在电影的演出方面, 他参与了39部电影演出, 这39部电影分别是, 1935年的《肖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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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的《生活》, 1936年的《肖狼军》下集, 1936年的《桃薇香》, 1937年的《肖狼军》, 1937年的《肖狼军》, 1938年的《最后关头》, 1939年的《桃李曾春》, 1939年的《一曲云霄》, 1939年的《花花公子》, 1939年的《赫狼军》, 和《顾狼军》, 1939年的《金登召育人》, 《风流王后》,《地狗天墙》, 以及《胡不归》, 而1941年, 1947年有天作之俠、花好月圆、孤岛情俠、最后胜利 1947年有冤枉相思、零星大集会、新白金龙、 湖北归夏卷、晴稳洞春深 1948年有归来宴、春风得意、人面桃花双影红 1949年是孟内军、1950年是人海万花童 和段祥姑嫂段祥天 1951年有帝远春深、化道娟、 红白金龙的上下集 1952年有十奏严嵩、真假无宽安、珠门红蕾、 1952年有十奏严嵩、凌黄艳史、 浙角仙的生平和他的艺术成就 这村子都介绍完毕了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好,涉角先,讲到这里,就是这样先了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介绍另一位当代的艺人 请大家留意收看,拜拜